现在古装剧的美男子就是诈骗上瘾了 人家伦流水迢迢又扑了 实物与描述不符的美男子是不是应该背个锅 设定呢是天生面容俊秀的月落族人 名声在外的美男子 我听别人说他是为民庆康的美男子 我最开始还不相信 以为是别人夸大其词 今天见了才知道 月落人天生面容俊秀 你也帅 出场就是把花痴女种看只眼了 然后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人家伦跟这个人设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吧 五官生在和谐但完全成不上精致 关键呢是这部剧还一直在营销 男主是参考了慕容冲 滋容绝世 风华无双 美的慈雄莫变 人家伦完全是白头莫变的 之前呢在与君出香时 被女主夸赞容貌的时候 就已经很尬了 嗯果然人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合适 怎么还要接这种设定啊 美到不分男女的顶级美貌 想到的是幻城里的阴空室 兔尔神弄姻缘的兔尔神 蓝陵王妃的高长宫等等 像现在呢 内娱男星光红 红明浩这种男生女像 长相秀气的都能跟角色贴上 也不知道为啥是人家伦 陆毅周生辰 人设和剧情的加成啊很大 加上以前呢 年轻有点子苏感在身上 还是呢勉强撑起来帅哥的名头 现在年纪大了 眼皮子越来越搭了 眼神越来越疲惫 剧里埃每次对她颜值的尬夸 都让我对睁眼说瞎话 有了心的认知 说实话 人家伦这几年的状态 下滑的好快哦 疲惫感重 眼神越来越麻木 开着磨皮滤镜的脸都是垮的 人家伦是把绝世美男子 演成虎男 那张汉呢 就是把帅气霸道的王眼 演成了第二位十度的油腻男 流光银里的张汉 演的四王眼 那真是松弛到一点儿一态也没有啊 走路跟大爷溜弯似的 帮紧的头发 红香发宽 搭拉的脸 清晰可见的纹路 到底哪里年轻了 嗯 请问 张汉是怎么想到 去营销 游过没瞅过的词条大 演起霸道 手道琴来 但把手张开一看 全是游哦 选妃定了女主 一定要对身思考 然后侧身回头霸气宣言 本王就选你 但我瞬间想到了这个 动不动就是低头邪魅一笑 我当然是过来园房啊 半夜醒来 看见女主鬼鬼祟祟 直接从后背抱住女主 凑在耳畔低语 四王妃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怎么觉得你 鬼鬼祟祟的 就连被女主咬了一口 她的格外享受 你想看我的脸吗 别说我还真挺喜欢你咬我的 要不要再来一口啊 这是收口的吗 啊 求一双没有看过这些画面的眼睛 不仅如此呢 剧里的四王眼是人见人爱啊 从女主到女配 都愿意为了她辞敬 从一开始陷害女主的女主姐姐 到男主福利 爱慕男主陷害女主的丫鬟 再到异地的公主 后面女主也慢慢的动心等等 只能说这个钱该你们赚呢 现在这些古装剧里的霸气十足 又帅气的王眼 都将其成这样了吗 还有柳州剧里的张婉毅 硬双双把一个腹黑巨脑的王眼 咽的是又吐又盾 优力过猛的样子 还像村口的二娃 身杖的王爷标配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燕王 金贵的姨太 帅气的脸 完全能称得上天皇贵宙 女主夸出口来 观众自然心服口服 燕王诸地 诸人章的四儿子 哇 史书上可没讲 他长得这么帅 皇太子密使的字爷 姨太气质都把长相 衬托得超有魅力的 还有机灵小不懂的宁王 颜值或许有的人不吃 但潇洒俊逸的姨太 能把人看待咯 武侠剧男主颜值 也降级严重 一念观山里的 属性长相的刘雨宁 女主刘诗诗 看上她的皮囊 要和她生孩子 你武功好 个头高 孩子以后 不管是像你还是像我 都差 见到哪一串 你在外面不都听到了吗 他看我皮囊还不错 想要跟我用点事罢了 好 女配呢 想和她共度春宵 还在那儿 一个劲地夸男主 长得好看 女儿说 女主生的娃 眼睛像男主 一定好看的时候 妈呀 我都震惊了 这娃怕是 上辈子欠了她吧 要这样诅咒人家 武侠剧里的女主 到女配 都中情的男主 二十年前都是这样 这样 这样的 审美倒退到 让人太俗的程度 不仅如此啊 刘宇宁还在 紫川光明三杰 饰演沉稳多谋 冷酷理智的地铃 原主中分不清楚 性别的大美人 而刘宇宁呢 一太驼背猥琐 一个怼脸镜头 把原主粉震到心碎 不管哪个角度拍 都愁 烟杂人等 速速离开 紫川 小 帅哥都演不好 还演美人 美男子的含金量 严重贬值 梅依的姐丁泽仁 在花青哥里 女主瞎眼硬花的大美男 长这样的 绿王殿下 貌美如花 啊 大美男你长得这么好看 肯定就是大名鼎鼎的 绿王殿下了 真是让人绝望的美男子啊 下马到额头的距离 打车都不止起步驾了 车座子般的脸型 真是给真正的美男子 当坐骑的程度 少年歌行 号称天启第一美男的 蓝月猴长这样 不知皇兄突然召我入宫 有何事吩咐 这身材 这气场 这脸色的坑坑洼洼 美男子便中年有你大叔了 行昭林在泽君记 被媒婆称天狐的长相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 你那两个情人都已经听胡了 上哪找去 被女主夸状元级别的长相 如果是长相可以客举的话 她可以堪称状元 一次次用配角的台词 给观众洗脑 但本人长这样的 观众也不是眼瞎呀 胡一天在西花纸没剥的时候 摘面具就已经未剥鲜火 丑到了观众了 结果啊 正片硬是没给自己洗白一点 古装就是胡一天的短板 之前在绝代双胶 还演过被称江湖第一美男的江峰 让一花公的两位公主啊 爱得狮狂 但胡一天是这样的 又是没看出来美在哪儿 作为遗传了江峰美貌的花无缺 她也是美好到哪里去 遗太比不上苏友朋 吴外貌比不上谢霆锋 这种长脸猴戏的长相 还是乖乖的演点现代局吧 还稍微有点粗感 就别来祸害古装美男呢 唉 这些年呀被硬夸的第一美男 已经不计其数 还有什么宋威龙啊 圣一伦啊 杨又宁啊等等等等 还是让设下心理防线的观众破防了 什么时候把真正的第一美男 还给观众呢 爷爷辈的楚油香 已寻欢 咱也不奢求了 好歹给个猪一龙 留学艺 龚俊 这样靠谱一点的吧 除此之外呀 古装剧病弱美男 也是一看一个不知声 长夜机名里的罗云熙 病焦瘦弱是真的 姐妹感也是真的 看她走路的仪态 感觉是要去选秀呢 女主去摸她血骨的时候 都感觉一巴掌把她给拍死路 之前呢 童梦食眼病弱美男 女主一叫她弱美人 我都头疼的程度啊 幽黑的皮肤 健壮的身材 朴实的长相 站在那儿硬眼柔弱 真不是观众的眼睛挑 而是以前吃得太好了 乔振宇的赛华佗 堪称我的童年男神 一颦一笑都戳人心疤 现在的国欧男主 就别设定什么美男子了 因为能撑起来的男明星 压根就没有 成果一出来 就跟诈骗似的 让配角搁那硬花 他们不干 观众干呀 谢谢大家